大家好,我是佳君阿姨 我哥今天带我们 主要是带我老妈 我是坐陪 到郊区玩一玩 看看我们北京郊区秋天的景色 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哥,咱今天上哪去 有目标吗 走走走走走 最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这一定的 10年种的都30年了 我们到石化区是74年了 我老妈对我们现在走过的这条路特别的熟悉 年轻的时候是在有一段时间在石化区工作 现在我们就是要奔房山去 慢点 这是周口殿遗址博物馆 妈妈以前来过这儿吗 来过 给我老妈在这儿留个影 家大姐 我们这车上四个人 全是老年人 我最年轻58岁 这地方叫青青驿站 衣衫傍水山青水秀 风景真美 这么好的地方是偶遇的 算是意外之喜吧 看我老妈照相的时候还挺正规站的直溜溜的 这地方叫青青驿站 这么一个度假村 风景挺好 这地方不光风景好 环境优美 还有玩的器械 很适合带老人和孩子来玩 这是一个张大邮票留个纪念 哥哥姐姐们 这就12点多 咱是不是先吃了饭再玩 想问吃饭你们俩谁请 我来我来 你们俩都想 你们俩都想我不管了 现在这是北京防山十度的东湖港景区 这有一个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带是北京的抗日根据地 这个山叫蝙蝠山 看起来好形象啊 十度山美水美 风景如画 妈妈一向喜山乐水 八十多岁的时候 还去海南旅游呢 面对如此秀美的山水 心情大悦 看我老妈玩开心了 老妈有多开心 我们的生活就有多美好 谢谢收看 欢迎您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